十六 观念练习三 你超重了 你尝试节食却收效甚微 你告诉自己你想减肥 一今为止 你也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了 于是你改变观念 对自己说 因为我相信自己超重 我就真的超重了 因此 我会想象 自己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 当你发现 自己仍然吃得太多时 在你心目中 你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超重的人 仍然在想象着那些糖果点心 用你的话来说 你向你的想象力屈服了 于是 你认为意志力根本没有用 而有意识的思想也毫无力量 但假设你跨越了这一点 你说 好吧 我要进一步审视我的观念 或许 你就会发现 你认为自己一文不值 或体重 是健康的表征 或你是如此一受伤害 因此 你需要重量 这样 当那些人 在把你推来几去之前 会多考虑一下 在所有这些实力中 这些想法 都是有意识的 你常常怀有这些想法 而你的想象和情感 都与它们是一致的 而不是冲突的 揭选自 个人现实的本质 第86到87页 在第三次观念练习里 请在你的日记里写下 你在以下这些方面的看法 我对世界 呈现出的是什么样子 世界对我的反应如何 我向自己呈现出什么样子 我对自己的反应如何 再一次 从事实开始 你的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职业背景 然后想想这些事实 你到了某个年纪的事实 对别人有何影响 对你自己有何影响 你或别人 认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 正值青春鼎盛 还是少不更事 对每一个事实 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继续描述你的个性 你的特质 你的技能 你的能力 你的成就 你的好恶 你和他人的关系等等 可是 试着不要去强调 在你看来对此刻的你来讲 是局限性的或消极的观念 当然 其中可以包括正面 无局限性的观念 在本次练习中 试着去感知 你的想象力 在你的观念里 所扮演的角色 在你的心里 都有什么画面 这些画面 与你列出的观念 是否相符 如果不相符 重新审视你的观念 你也许会找到 它们背后 与你的想象力 相符的其他观念 要认识到 通过改变你心中的画面 你也可以改变 你的观念 十七 肯定你的情绪 你必须接受 情绪化的自己 不是在表面上 或理想上接受它 而是接受 它目前存在的样子 你现在是什么 这一现实 接着你才能开始在 你是什么 和你有什么上下功夫 自我是及时性的 众如万有 是及时性的一样 你最快的切入点 就在你当下的感受 这一点上 没有其他办法 通过在这一刻 或任何一刻 接受你的感受 你的情感之门 就能打开 节选字 与赛斯的对话 第一卷 第八十六页 众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 情绪是一种冲动 因而 与包含着 我们的理想心理模式的 架构二 有直接的联系 内在自我 是在架构二中运作的 它处理着 自身不断以 具感知力的能量的方式 接收到的信息 选择并转移那些 与我们有关 并有益于我们自身的信息 再把它发送给架构一 让自我 以此来采取行动 但通常情况下 我们却不会按照 我们感受到的冲动 来行动 尤其是 当这种冲动 是一种情绪的形式 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 害怕我们的情绪 我们怕自己 如果把它们释放出来 闸门便会被冲开 而我们会被消灭 或者 别人会被消灭 但最终 对自己情绪的恐惧 与将它们表达出来相比 前者可能会导致 更为极端的后果 因为 焦虑附加在 原初的情绪上 只会令它更加强烈 在各种被困的冲动之后 有这么大力量的原因 是因为 情感的不断累积 比如说 你觉得自己对某件事 感到特别生气 但是 因为你认为 生气是不好的 就把它强压下来 你仍然能感觉到 心中 那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愤怒 尽管你也许 并未意识到 它现在 可能是以一种 头疼 背疼 或沮丧的形式出现 它令你感觉到 无能为力 那种感受 增强了原来 愤怒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 你还怕 将不良情绪 释放出来 结果 那种感受 累加在你原有的 愤怒之上 因此 一种情绪 建立起来了 而如果 它能及时地 被表达出来 本来很快 就能消散的 当压力 在你内心攀升时 你发现 自己开始有 邪恶的念头 而你又为此 觉得内疚 和恐惧 你强压下 那些邪恶的念头 内疚感 和恐惧感 在最初被否定的冲动上 又加上 更多的压力 这样不停累积 直到你发展出 胃溃疡 患上偏头痛 陷入严重的沮丧 或犯下持枪 抢劫罪为止 只压抑一次 不太可能导致 这么悲惨的后果 但问题在于 我们经常不断地 压抑情绪 并且 必须找到释放 积累起来的 压力的途径 讽刺的是 我们之所以 压抑情绪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在于 我们已经看到过 一些愤怒 或怨恨爆发 最终导致暴力的情景 这好像证明了 情绪是危险 而不可被信任的 但是实上 当情绪 自由而然地 由冲动产生时 我们把它表现出来 并不危险 把它强压下去 才危险 情绪的自发表达 绝不会是一种 暴力行为 塞斯对攻击性 和暴力做出区分 在本质上 攻击性是创造性的 它是指向 一个目标的能量 并常常担当起 防止暴力的 一种沟通行为 它用动物呲牙 或咆哮来表达 自己对其他动物的 敌意为例 这是一种 仪式化的沟通行为 是用来防止 而不是用来 发动暴力的 暴力则恰恰相反 它是一种 屈从于 因压抑情绪 而产生的 巨大力量的举动 并且 是具有破坏性的 因此 当我们处于 攻击性的状态 我们就会 对我们的能量和力量 有所控制 而处于暴力状态 就不是这样的 能量 会因失去控制 而爆发 我们需要对创造性 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 有更充分的了解 我们总是把创造性 看作是 从天而降的东西 好像是什么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不是 我们让它发生的 但创造性 其实是我们该怎样 处理着 从天而降的东西 我们该怎么 对待自己的冲动 创造性 是攻击性的结果 是把我们的能量 导向一个目标的结果 一个通过我们的冲动 从天而降的目标 不管这目标 是捧腹大笑 是不去理睬某人 还是携手小师 或以其他方式 来传达我们的冲动 使它在物质世界里 得以显现 所以 创造性的行为 就是表达我们冲动的行为 而攻击性 只是实践这种行为 是利用力量去创造 而另一方面 暴力 却是利用力量去破坏 不幸的是 我们经常会把力量与暴力 破坏联想在一起 我们没有认识到 自己常常在创造性地 利用我们的能量和力量 而在少数情况下 如果力量走上歧途 那只是例外 而不是常规 当然 这一切发生时 是很吓人的 因为 我们会感觉到 如此无助 如此的失控 看起来 似乎是力量占了上风 而我们 则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但解决的办法 不是回避力量 忽略力量 压抑力量 而是顺其自然 让它自由发展 只有当它累积起来时 才有害 而不是在它刚出现时 就有害 压抑情绪的另一个结果 就是让我们自己 与自己有意识的观念脱节 我们的情绪 由自己的观念产生 当我们把情绪 表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 当它们被压抑时 我们就被剥夺了 得到珍贵反馈的机会 如果我们不知道 自己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就不可能有希望 有意识地 去做创造现实的工作 如果我们压抑了 象征着我们观念的 那些情绪 我们就无法感受到 我们的观念 所以 情绪就像其他冲动一样 也是信息 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除非我们把它表达出来 否则 我们就不能了解 那是什么信息 我们必须相信 情绪里包含着 信息这个事实 它们并不只是武断地 无意义地感受 而是我们所持有的 观念的象征 任何情绪 只要感受到 并且面对了 便会自动地 透露出信息 你也会明白 自己为什么 会有那样的感受 你会看到 隐藏在情绪之后的观念 它就是你会如此 反应的原因 而一旦你明白这一点 情绪就会转变成其他形式 因为情绪永远在变动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 如果你生了谁的气 就一定得朝他们大喊大叫 或者以其他方式 在他们面前表达你的愤怒 这并不一定是一件聪明事 但你有能力认识到 你是在生气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 你还可以自己一个人 去垂打枕头 或以某种其他的办法 把这种愤怒 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 那愤怒的感受 会很快得到平息 而其中的信息 则会自动显现 毫无疑问 它与你害怕的东西有关 因为 所有一切 所谓负面行为的驱动力 就是恐惧 强调一下 是所有一切 恐惧 其实是因为 你不相信现在的结果 例如 假设你因为一个朋友 不守信诺言而生气 你帮他做了一件事 而他答应 回头也会帮你 但在你工作 必须完成的那一天 他却没有出现 这确实让你气疯了 你真切地幻想着 把他打成肉酱 觉得真是过瘾 你能感觉到 自己在揍他 而且享受着泄愤的滋味 过了一会儿 那幻想消退了 你觉得平静 放松 因为当你顺着你的感受走时 你的身体和心灵统一了 在这种状态下 你认识到 你生气 是因为你本来害怕 以自己的能力 无法完成那件事 你一直逃避 不敢去做 因为你认为 你自己做不到 你认识到 你朋友没能实现他的诺言 事实上对你而言 是塞翁失马 因为你现在有机会 去学着做一些新的事 因而 使你对自己的能力 和自我价值 更加肯定 每一次让自己的负面情绪 自然发展 你就会发现 隐藏在他们之后的 完全可被了解的观念 一个你原来可能 感觉的人 于是 这些想法 就在我们内心打转 然而 正如塞斯所说 恨是爱的近亲 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 自我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在爱与恨这两个例子中 我们都是与我们爱或恨的 对象一致的 无论它是人还是想法 当我们恨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和爱 痛苦地分离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恐惧 我们的观念 是我们因为与之分离 而感到痛苦所引发的 塞斯举了个小孩 对父母说 我恨你的例子 在这信息背后的信息是 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坏 选字 个人现实的本质 第475页 如果父母能明白这一点 他们就不会试图去压制 惩罚一个小孩 不许他说这样的话 因为表达出来以后 恨会回到爱的轨道中来 但如果让他恶化 他就可能会爆发为暴力 情绪是我们拥有的 最具意识力量的能量形式 一种创造力和学习的有力来源 顺随情绪 会让我们对自己 有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我们必须信任自己的情绪 并且信任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人生说好的 并接受我们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必须肯定我们自己 如塞斯说的 你对自己的肯定 是你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你有时候 可以很正当地否定经验的 某些部分 而仍能坚信自己的活力 你不必对那些 让你深受困扰的人 问题或事件说好的 肯定不是只对任何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唯唯诺诺 软弱地接受 而是不管你对他的感受如何 情绪 是感情自然 又不断变化的状态 而每一个都会引发另一个 排斥它们是没有用的 情绪就只是情绪 在没有建立起屏障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肯定一种情绪 却否定另一种 你试图把你所认为的负面情感 藏在你心里的密室中 就好像过去 它们把疯癫的亲人 关在密室中一样 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你不信任你身体里 个人性的某些方面 肯定是指 接受你的灵魂 在生命形态中的本来面目 你不可能否定你的生命形态 而肯定你的灵魂 那么 肯定就是默认你 作为身体内的心灵 去创造你生命中物质实现的能力 节选自个人现实的本质 第466页 467页 468页 495页 这个练习并不复杂 只是肯定你自己 常常肯定你的情绪 肯定你生活中的世界 照照镜子 并且肯定你自己 任何时候 你若发现 自己感觉焦虑或迷惑 就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人生 是我创造了它 要明白 你的情绪 是你创造自己人生的工具 它们是你了解自己的 有用而宝贵的方法 欢迎它们 肯定它们 肯定你自己 18 一张成功清单 我并不只是强调 那些负面的想法 所以我建议你 去关注那些 在你生命中 让你觉得满意 和做得很好的地方 要明白 你个人 是如何在情绪上 和想象上 加强那些观念 并且 把它们变成现实的 要认识到 那些结果 是多么自然 又自动地出现 抓住那种 有成就的感觉 并且明白 你在别的领域 也可以用 同样的方法 节选自 《个人现实的本质》 第88页 我们总是 忙于关注自身的缺点 和自己在生活中 缺少的东西 因而 忽视了我们的 强项和成就 例如 我们总是 把我们有一个 强壮的健康的身体 这一事实 视为理所当然 同时 却又因为 我们的工作 没有得到足够的 报酬 这一事实 而悲伤 有时 没有我们 所拥有东西的人 会提醒我们 拥有什么 于是 有那么一会儿 我们会从 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 但很快的 我们又会 习惯性地 把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失败上 正如 赛斯一再指出的 这种对负面事物的 极度关注 只会让我们更加相信 自己是不完善的 因此 使这一事实 成为永恒的事实 这实用于过去 也实用于现在 因为 当我们认为过去 和现在的自己 在各个方面 都有欠缺时 我们就会对未来 设定预期 我们集中注意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然而 并不是说 我们应该忽略 我们对自己 不满意的那些方面 因为 我们需要去探索 我们在那些领域的 观念和感受 这样才能知道 我们想做什么改变 如果我们希望 做有意识的 现实的创造者 小心检验 我们内心的一切 是非常必要的 深陷在我们认为的 自己过去 与现在的失败之中 而不能自拔 就等于是 让这些失败之处 永无消失的可能 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的力量 并且提醒自己 我们所有的成功之处 在本次练习里 你要清点 你生活里的 许多成功之处 看看你是如何 取得成功的 之后 你才能在未来 更有意识地 运用这些技巧 在你的日记里 把生活中 让你觉得 极具正面性 或至少中立 而非负面的 每一件事 列个清单 技巧 成就 人际关系 个性 外表 健康 环境 金钱 和财产 尽可能列得详细些 别忘了 会打字 或开车 这些事 因为我们的主要成就 永远是在一段时光里的 点点滴滴成就的累积 你现实中的每一面 之所以存在 都是因为你创造了它 所以要关注它 并把这一点记在心里 你有很友好的邻居吗 那就为你自己创造这一现实 而拍拍自己的背 孩子们与你亲近吗 把它也写下来 从你的窗口 可以看见一幅美景吗 把它夹在你的清单里 也想想 在一段时间里 你改进的地方 即使在那个方面 你对自己 还没完全满意 像是说 我没有以前 那么害羞了 或 现在 我煮饭一周 只烧焦一次 我想 你会感到惊讶的 就像我在做这个练习时一样 你会惊讶 你能想出 那么长的一张单子 一个你在为自己 创造这一现实时 成功地做到的 却大多是隐形的 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的 事情的清单 只要想一想 但不要留恋其中 如果你没创造这么多东西 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再想想 现在因为它们的缘故 你的人生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对你已完成的事 要有一种欣赏之情 现在再回过头来 看一遍你的清单 选出那些 你特别得意的事情 或那些 看来对保持你的生活品质 最基本 也最需要加进去的 所有观念 想想 你的想象 如何加强了这些观念 再回想一下 你心中的画面 那些使你能创造 现实的想象 想想 在这一方面 顺着你的观念而生 并且支持你的观念的 那些情绪 你能否看得出 你的观念 想象力和情绪 是如何一起合作 来创造现实的 在你以这种方式 检查了所有项目之后 看看你是否能为自己 想出一些指导原则 以便为未来的创造所用 你能在所有例子里 看到一些 你能在未来情况下 应用的模式吗 或许你也许觉得 你只是运气好 而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承认并且肯定 你有关运气的强大信念 经常定期参考这个清单 从而提醒自己 你所取得的成就 为这些成功 爱你自己 欣赏你自己 找到你的表情 你得到小于 我们就能够理解决 你能够理解决 你很想做 你能够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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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理解决